讲完了聂尹梁的传奇故事 咱们现在就要把这个故事 和唐代当时真实的历史背景 做一次结合 进行一次合理性的分析 为什么要做这种分析 前面我们说了 聂尹梁这个故事 太过传奇 里头有很多东西 如果按常理推测 它是不合理的 有些写乎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告诉大家 唐代在聂尹梁出生的那个年代 大概就唐德宗年间 已经开始走了下破路了 暗史之乱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呢 地方的藩镇势力 和中央权力之间的明争暗斗太多了 那么在这个背景下 聂尹梁这个人物的出现 他不是孤立 他不是偶然的 他几乎是那个时代 权力斗争 一种必然现象 什么现象呢 我可以跟大家说 聂尹梁应该就是一个 被精心培养了的特工 就是潜伏下来的特工 所以你说这有什么道理呢 你看啊 咱们把前面的故事给大伙分析一下 如果你不按这个去推理 这个故事本身处处漏洞 不合理 你首先一个 那个尼姑 一个出家人 跑去把人孩子带走 带到山东里边交五年给送回来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这是伟大的精神 他图什么 我告诉大家 这个事情要解释清楚 为什么我说聂尹梁是个特工 这个尼姑就是个特工培训室主任 咱们把那个历史给大家捣一捣 你就能明白 因为聂尹梁出生的那个年代 我说是唐子宗真元年间 这个时候的魏博解读使 第一任是谁呢 叫田承思 这个人呢 不太干净 原来就是安史之乱党 后来呢 任清形势 你看这个还是大唐势力强大 他就投诚 投诚之后立了些功 就这么让他成为魏博解读使 权力非常大 你想他原来是叛党出身 现在又有这么大权力 朝廷怎么可能对他完全放心呢 所以这种君臣之间的猜疑 是免不了的 偏偏这个时候呢 这田承思也挺有意思 他总共11个儿子 那么一般节读使呢 是世袭制的 爹完了就可以让儿子当 他居然没有从11个儿子里 挑任何一个继承他的军权 反而让他侄子叫田月 喜悦的月 让田月继承这军权 那么这个田月这个人呢 很不招调 极为高调的人 也对朝廷呢 对魏博解读使这个位置 加以各种限制感到不满 所以后来勾结其他三个藩镇呢 造反了 但是这造反呢 没有成大气候 可是也逼着当时的唐德宗啊 离开昌安 在外边躲了一个月 挺狼狈 最后平定叛乱之后呢 唐德宗很清醒 他知道大唐当时的国力啊 再这么折腾不行了 如果你说把这乱党都肃清了 再引发新的动漫 那大唐都快零碎了 咋办呢 既往不咎 你只要是不打仗了 都听皇上去了 全给赦免了 就把这些参与叛乱解读使都赦免了 就包括这田院 你只要扶天朝馆 不追究了 不追究是不追究 对这样一个人 当卫博解读使 朝廷能放心吗 所以后来呢 朝廷派了很多人呢 到这个地方来做工作 做什么工作呢 明着说来慰问 来传达圣旨 暗地里呢 跟田承司的一个儿子 这时候田承司已经死了些年了 跟田承司一个儿子叫田旭 跟他勾搭上 这田旭本来就对他爸爸 没有把权利交给他 交给他 结果自个儿侄子 对这事来气 所以在这个朝廷的游说 和暗中帮助下 田旭把田院给杀了 他当上了魏博解读使 那么他当魏博解读使呢 朝廷为了稳定这一代的局面 还给这个田旭呢 找了一门亲事 把李嘉诚嫁给他 什么李嘉诚 香港守护 哎 嘉诚公主 哎 唐德宗女儿 把嘉诚公主嫁给了田旭 大唐姓啥呀 不姓李吗 那嘉诚公主不仅李嘉诚 哎 把李嘉诚嫁给了田旭 所以呢 这是一桩政治婚姻 为了寻求稳定的政治婚姻 那么你光是这么一个政治婚姻 不足以解决问题啊 万一这里边有个风吹草动 你说再造反 大唐经不起折腾 所以这个时候朝廷 会派大量的特工人员 在魏博一带潜伏 在各个角落 监视魏博一带的一举一动 真有什么动静 先上 把各种危险消灭在萌芽状态当中 所以在这个大背景之下 这个尼姑作为特工培训师 他是不是尼姑都难说 到事儿呢 来找卧底来 说怎么挑上聂也娘了呢 聂也娘他爸爸聂锋 是魏博的大将 这个身份非常有利于隐蔽和潜伏 说白了咱们都知道 小阴隐喻与也 小阴隐喻与世 中阴隐喻与也 大阴隐喻 都明白这个东西 所以就这一点来说 挑选聂也娘 这非常合适的 然后这尼姑 趁她小时候给她带走 为啥 便于洗脑 你要二来岁了 你世界观价值观都形成了 你很难给她洗脑 十岁 不太懂了 经过五年的训练和洗脑 把聂也娘培育成一个合格的特工 有人说 老娘你说 这有点挺能扯吧 我告诉大家 我这不是能扯 咱们要把这个事假定的成立 咱往下推 如果把接下来发生的事呢 都能推成非常合理的 说明我这假设有道理 这就咱们破案不经常说吗 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 咱们就大胆假设一回 你看往下说 能不能说得通 第二个疑点啊 这聂峰 五年之后呢 女儿回来了 这女儿讲说 我被尼姑带走了 每天呢 就念经啊 礼佛这些 其实这非常正常 你出家人给你带走了 教你这个信佛啥 不很正常吗 连这个聂也娘 她母亲都信 但聂峰就不信 一个就是追问 闺女 这些年你到底干啥了 到底怎么样 就是聂峰压根就不相信这个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尼姑啊 在要带走聂也娘 培训的当成特工之前 跟聂峰摊牌了 你也忠心朝廷 我知道 但朝廷有这么个任务下来 我跟你说一下 选中你女儿当特工 我要把她带走 尼姑之前跟聂峰去摊牌 聂峰不干 说我呀 我不会背叛的朝廷的 但我也不想卷入这么场阴谋当中 再说我女儿我还心疼的 这尼姑才说 你呀 甭管你看见多眼 我想把她弄走很容易 这话可带有威胁 言外之意 我弄走你女儿很容易 我杀你全家易如反掌 我就干这个 所以其实聂峰 在五年前 就聂姐娘被带走的时候 她就知道有什么回事 所以女儿真被弄走了 她心跟明镜 就这么回事 所以女儿回来 她根本不相信 女儿说的送经礼佛 你就跟我说 到底怎么回事 就她心里老早就知道 你明白吗 这时候 为什么培训上聂姐娘特工 我们说这是家成公主 跟田婿结婚 把聂姐娘 培训上特工是干嘛 不是辅佐田婿 其实是给家成公主 当下手 有利于朝廷 对这个地方控制 聂姐娘表面上 说是田婿的人 田婿你看 找到这个聂峰 说你女儿挺厉害过来 可能聂峰都奇怪 他怎么知道 因为这个尼姑 培训特工的计划 会一五一十 上报给家成公主 因为家成公主 就是总领头的 所以家成公主 告诉自己丈夫田婿 你找谁谁谁 把聂峰女儿 她厉害 其实是把聂姐娘 找了给自己当下手 所以这趟线 就理顺了 家成公主 说白了 是这一代卧底的总头目 聂姐娘是卧底之一 通过这趟线上来 她俩就形成 上下线的关系 说白了 就跟黎明之前里边 那个水手和军事的关系 这种直接一趟线下来 所以这个事 你通过这个 基本就能把它理顺 就起码我们觉得 这有合理的解释 再一个一点是 聂姐娘这样的人物 怎么就看上了一个 魔镜的小商贩呢 啥能的也没有 怎么就看上她了呢 我告诉大家 这个魔镜的小商贩 后来跟聂姐娘结了婚 等到聂姐娘 完成这些任务之后啊 把自己的丈夫扔一边去 再不见了 天哪有这么狠心的两口子吗 有这么狠心的妻子吗 为啥 他俩不是真两口 是名义上在一块 就像那个钱福里边 一开始那个 翠平跟余泽成一样 这个魔镜小商贩 是干啥呢 搞情报的特工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虽然培养聂姐娘成特工了 但她毕竟是聂峰的女儿 你再亲不过她爹 所以聂姐娘怎么执行任务 这得有人在旁边督处她 监视她 同时还要负责跟上级的情报联络 传出情报 什么人合适呢 魔镜小商贩 为啥 他这个职业身中伪装 走街串巷 摸镜子 你是达官贵人家 生意我也能做 小老百姓家生意也能做 出现在哪 大家都不会怀疑她 所以这是情报工作人员的一大特点 所以这个聂业娘这丈夫 其实是上头给她派来的一个情报联络人 同时负责监视 所以正因为是这样 等到聂业娘完成任务之后 拜拜了 这俩人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夫妻 就工作合作伙伴 任务完成了 得了 我怎么能找你这样的人 那倒吧 所以才会把她丈夫往长安城一扔 她云游天下 理都不理了 所以这只是临时的假夫妻 为了完成潜伏任务的假夫妻 所以这个魔镜小伙 是个情报联络官 他这个魔镜身份 就是为了掩护这个情报工作 所以你通过这种方式就能解释 这个疑点所在 还有一个 这刘昌一 作为这个陈徐解读师 你看他 说为什么这个聂业娘两口子归顺她呢 说要来刺杀她 到了这个城堡外联打鸟 结果刘昌一派个管家在这 我们大人神机妙算 你看你又打鸟就直到来刺杀我们的 哎呀 聂业娘说太神奇了 真了不起啊 我要见她 见完之后五体投地 就从这个魏伯那过来 就投降 刘昌一 这事你信吗 就她再神机妙算 她变化能这么大吗 能一下子改变她立场吗 再者说了 归顺刘昌一之后 聂业娘说 接下来兢兢兢兢兰也来杀你 说她怎么知道 她也神机妙算 你说她本身有这预测功能了 她怎么能会对同样预测功能 刘昌一佩服的五体投地 这都不合理 那么怎么解释这个事呢 还得放到历史背景里边 这个时候啊 魏伯解读史已经不是田旭了 是田旭的儿子田继安 这时候田旭已经死了 这个田继安是怎么回事呢 她呀 是家臣公主的养子 家臣公主呢 嫁给田旭之后呢 这么朝廷想通过这个控制田旭 最好一种方法是什么呢 你跟田旭生儿子 这个儿子继承魏伯解读史 那你这么算 你老爷就是唐朝皇帝 你舅舅也是唐朝的皇帝 你能背叛自己老爷舅舅吗 那魏伯这会就不再成为朝廷的幸福大患 这个跟中国古代的和亲政策是一样的 你看康熙王朝里边 那么兰亲嫁给戈尔丹了 再生个孩子 阿弥陀 最后两边打仗把戈尔丹杀了 这孩子说要报仇 康熙报道说 你不要报仇 朕是大清的皇帝 朕也是你的外公 咱们很多朋友看那段吧 沉闹明眼 就说你老爷是大清皇帝 你舅舅也是大清皇帝 你还背叛自个儿老爷跟舅舅 娘亲舅大 所以这和亲之后生孩子 是控制政治局面非常好的一个手段 当然这样下来 这老田家后边想保持这种独立就很难了 所以田旭也明白这道理 就家庭公主嫁给我是政治婚姻 我对她也没什么感觉 那你要再跟我生个孩子 作为皇亲国戚名正言顺的继承魏伯节度使 那么老田家这一身就危险了 这就好比当初雍正皇帝 不想让年更瑶做大 所以就不让他年更瑶 他妹妹华妃怀孕 就不让华妃生孩子 这跟他道理一样 所以田旭根本不跟家庭公主生孩子 那么家庭公主没办法 只能在田旭的耳术里 选一个自己看得上的当养子 来给他洗脑 那么这个田旗安 就被家庭公主选上了 成为养子 顺理成章的 田旭死了 他接过来 这个田旗安在历史上记载 好像没有说他好话的 都骂他 这个人特别不着调 脾气暴躁 干出什么事都有可能 那么这个时候 家庭公主在的时候 他也没啥 等家庭公主死了 这田旗安就不受控制 胡作非为 这个聂爷娘呢 原来是跟着家庭公主 跟着田旭 这回呢 是跟着田旗安 他也发现这事不对的 这时候上级联络官 通过魔镜商贩 传递信息 你俩也别在他这 因为这时候田旗安还提出来 要刺杀刘昌一 杀他 这个刘昌一对朝廷忠心耿耿 于是 借着派联娘两口子 刺杀刘昌一这个机会 他俩安全转移 撤退了 你想这阵家庭公主已经死了 他又活着 断不会让自己的养子派刺客 去刺杀对朝廷中心耿耿刘昌一 所以家庭公主一死 田旗安 胡作非为 正好借这机会 派你俩 你俩转移吧 由这挪到那去 到一个新的地方工作 那么联络官是谁呢 就变成刘昌一了 他是你的直线上子 你的上线是他 那么说这一路上去了 到那打鸟去 这打鸟就是个暗号 双方不认识怎么接头啊 上头告他联络暗号 你到陈根前有人给你接头 你俩到那块 就拿弹弓打鸟 你想他俩人作为刺客要去 那还怕别人看见 一路上怎么能这干 赶紧闷头赶道就完了 没有他俩还打鸟干啥 这是暗号 就像咱们客户接头的时候 吹口哨 这拿个报纸 那个拿一把宝剑回两下的 哎呀通知 俩人接头 和那道理一样 打鸟是个暗号 所以刘昌一一看 哦是他俩给接进来 这双方接上头 所以这故事里说 五体投地那都假的 因为他本来就一伙的 让你到这边投靠他 所以这就完成一个转移 你说他接着在田基安手下 田基安这时候不受控制了 哎 与其呢 你在他那 你控制不了他 那你不如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保护一下这个忠臣刘昌一 所以这是聂尹娘和魔镜丈夫 这对间谍组合 在这个时候做出的一次战略转移 哎把工作地点换一个地方 工作性质也换了一下 所以你按我们这么一说 你可能就明白了 整个这故事就理顺了 所以后来呢 工程身退 大功告成了 任务也都完成了 就好比有的卧底 跟自己的上司谈 我们在看无间道啊 看香港的什么 什么龙在边缘的 这些跟卧底有关的片子 往往的卧底最后都说 这件事情我做完之后 你要放我的将 我要恢复我的警级 或者说这件事情之后 我再也就不干了 就聂尹娘这个活也不好干 她也很痛苦 作为一个女人 好 我把该干的事干完了 请求朝廷你放过我 我自此之后浪迹天涯 我过我自己的小日子 本来他跟魔镜 就是一个临时结合的假夫妻 行嘞 任务完成了 我对你算有情有义 让刘大人在长安 给你谋好差事 你也过你日子吧 咱俩拜拜了 本来就不是真夫妻 要真夫妻能这么绝情吗 抬腿就走 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伙理一下 你就会发现 那个尼姑是个特工培训师 培训聂尹娘当卧底兼刺客 目的是辅佐嘉诚公主 控制魏伯地区的局面 而那个魔镜丈夫 就是个情报联络官 一方面联络上下级 另外一方面 监视聂尹娘 而这事聂封老早就知道 但是他无能为力 他控制不了大局 只能听知认知 最后呢 魏伯这个地方呢 出现田基安这么混蛋 都控制不了了 那么 聂尹娘在嘉诚公主死了之后呢 转移阵地 由原来在这监视田基安 戴基尔东 转到刘昌仪那边 保护刘昌仪 同时继续 从事一些地下活动 等到魏伯之后都安定了 聂尹娘呢 功成身退 云游天下 告别 间谍卧底的身份 然后把自己那贾老公 扔一边去了 整个聂尹娘的故事 其实就是一个 刺客特工 成长的过程 刺客特工 工作的过程 刺客特工 解脱的过程 所以你这么一解释 都合理了 有人说 老梁你这什么胡说呀 这唐川奇要这么写 还有意思了吗 这不像大家猜谜一样吗 我告诉大家 他为什么要这么写 这个聂尹娘的作者啊 有很多争议 有人说是裴行写的 有人说是圆娇写的 但不管怎么争议 他作者生活在晚唐时期 就他是晚唐时期的作者 那么你想他写这些事 这还就是中唐到晚唐 过渡那段时间 说白了自己朝代 写自己朝代的事 能不忌讳吗 涉及到很多人呢 皇上在那的 老李家的 还周围这么多人 都是那个时候的后人的 所以他不可能写的特直白 只能用点春秋笔法 说白了寒和糊糊 虚虚实实 虚实结合 把很多情节引去 然后让真正懂得 你懂得 你看就明白 那不懂得就当看个热闹 他也不犯毛病 也不会被朝廷的 文字语给拿下 所以他用这种 虚实结合的手法 写出来 让我们后人呢 多了很多猜想 也正是因为这样 才吸引了金庸 梁雨生 侯孝贤呢 这样文艺圈的大康 对这个故事 产生浓厚的兴趣 为什么 你写的虚实结合 就提供了解读的 无限空间 所以唐传奇里头 好多的小说 都是这么写的 他给你留的 想象空间很大 给你留的解读空间 也很大 你都说那个 侯小贤拍聂眼娘 你看不明白 那解读空间太大了 所以我想 这种解读空间大 虚实结合 神神秘秘的 一种写作方式 恰恰也是 吸引我们今天 研究唐传奇的 一大动力 所以我说聂眼娘 堪称唐传奇里的 代表作 她的代表意义在哪呢 就是四个字 神神叨叨 再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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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试图